在影片開始之前 歡迎掃畫面中間的QR Code 加入波拉西亞戰記資訊交流群 和我們一起分享你的攻略心得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點讚、訂閱 給我們小小鼓勵喔 波拉西亞戰記 這個遊戲是非常有故事背景的 而且他的動畫做得很棒 他做得很像電影集的感覺 我隊友死了 限制級遊戲 他的限制級是比較有一點血腥 有點嗜血 那是番茄醬啦 你們看錯那番茄醬 你以為是血喔 番茄醬 一個帳號可以創五個角色 內建初始三個 然後你要解鎖欄位可以再創兩個 那創角基本上一開始進來的話 職業部綁性別 角色有幻影劍士 男女 然後還有這個香射手 男跟女 咒文刻印史 就是所謂的補師跟法師的綜合體 還有咒術師 好這次我們執行官 那你可以隨便選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選 其實女法很正啊 然後每個職業都有三個型態 這個型態你不用去特別選他 因為 你在遊戲內可以隨時切換的型態 但是要注意 你要切換型態必須要在 非戰鬥狀態才可以切換 你不能戰鬥中一直切換型態不行 所以這個型態切換之後 你就會變成另外一個屬性 另外一個特性的同質頁 每一個型態的武器都是一樣的 這是我玩過遊戲裡面 髮型我覺得算好看的 髮型就超級多 髮色顏色也很多 然後五官也是臉型皮膚 太陽穴都能改 我沒有看過可以改太陽穴位置的遊戲 這太陽穴什麼意思啊 這改的東西真的超多 所以你真的想捏出一個你愛的角色 你可以捏很久 然後眉毛睫毛 連睫毛都可以 雙眼皮 我還可以分單雙眼皮是不是 然後瞳孔眼型 然後再來鼻樑鼻寬 還有紋身 唇彩 眼妝 身材 我基本上正常的應該就是這樣子 這樣就好啦 出場 這是真的目前玩過所有遊戲裡面 捏臉功能最強的一個遊戲 是自選嗎 不是吧 使用 來 抽個做棋 我還沒看過他抽卡畫面喔 真的完全沒看過 藍做棋 有這個發光代表是 藍色以上 轉動同向 這個 這個抽卡有點 做的有點細膩 是什麼 什麼東西 哪一隻 黑色菌馬 古王國的名馬 帥 很適合我 來拍照 這可能是隱藏任務吧 進入景點 我們看一下 紅心 人物要在那個畫面的三分之一處 像這樣子 喔對拍照就要這樣拍 拍照 會有這個隱藏獎勵 走過路過看到景點就拍一下 以獲得全新姿態 並自動裝備姿態 他每個人物有三個型態 三個型態是透過任務這邊 可以取得你的第二型態 像我現在有第二型態 短弓 長弓 跟大使弩 現在這個還沒到 可能要30級之後才可以開放大使弩 OMG 完了感覺會被炸 全範圍技能 這隻主線劇情還是蠻有料的 死了之後成為我的一部分吧 好啊跟你融合在一起 有人來救我了 快用深淵匕手 剛那把黑劍 插到他 他的全能之力被我封印住了 所以他準備等死 新型態大使弩 獲得全新型態 30級 好啦 戰技 是30級之後才會開放的內容 你全部都用完大概會到39等 你看一下你想要什麼道具 然後再選什麼戰技 他的系統我一個個講給大家聽 因為我現在30級了 他的技能型態有三種 短弓 弓速最快 有綁腳 牽制技能 有位移技能 等於說他是最基本的型態 你想要練弓打得快的話 可以選他 因為他射速最高 等級到一定程度之後 他會新增長弓型態 長弓的特色就是他的攻擊力高 射速遠 爆發力強 可是他的缺點就是攻速很慢 長弓比較適合在打團的時候 可能要 你要當狙擊手 遠程攻擊 你不想貼太近的時候 你就要遠程射的話 可以用長弓 或打王的時候 你在後面面用你的射 就可以用長弓 第三個大使弓型態 這個型態比較適合在PVE團戰 或者是在聚點工程戰的時候使用 因為他可以設置很多障礙物 然後還有範圍LOE輸出 30級才會開啟第三型態 特化姿態 那這些姿態的話 你可以在遊戲中隨時切換 切換姿態的話 你並不需要轉換裝備 想玩就什麼型態 他的技能並不是說我要學技能才會有 他的技能是依照等級 你只要等級到了 就會自動可以學習 這是比較方便的 一般遊戲的技能可能都是要 去買技能書來學 或者是你要去打王 才會獲得高階的紫技 或是金技或紅技之類的 等級到就可以學到你的技能 那技能要怎麼升級呢 他一樣會有綠色紅色藍色等級 你需要使用亞葵的方塊 把他升級上去 像我現在這個技能是綠色的 綠色亞葵 這遊戲你真的要升技能 你要怎麼升 你要去想辦法拿到亞葵碎片 升到紅技之後 你就會獲得更多能力加成 他的技能上去之後 是全部的連動技能都會提升 像這個迴避射擊高級 我塞上去之後 除了他的技能基本屬性提升之外 還有追加效果 技能效果會有這邊 綠色不能解控 紅色之後可以解控 可以解除暈眩倒地沉沒效果 會有一堆額外的buff 我覺得這個設計好就好在說 你不會因為玩遊戲 出奇新手角色 可能我商店技能買完之後 我只有四招五招技能可以用 顯得很弱勢 他不會 就算你技能不升 你也是可以享受到 全部的滿技的狀態去玩他 然後再來皺紋方塊 他會獲得這些能力加成 比如說這個符文叫做威力增符率 你把這個圖案塞上去之後 你只要拼成一個滿方塊 他就會有這個額外能力加成 你可以隨時像俄羅斯方塊一樣 改變他的位置 看怎麼堆把堆的最滿 每個技能都可以堆這個額外能力值 然後這個符文也有套裝效果 你配合到整套一樣的能力 就會有這些加成 他造型就是白變 然後綠變 藍變 紅變 紫變 跟神話晶變 然後再來看坐騎 那坐騎的話 他一樣是有白 然後綠 藍 紅 紫 金 好那坐騎主要是影響到跑速 只有在騎乘情況下才會有人 你平常人物的移動速度是看變身 戰績 這個是這個遊戲的核心內容之一 那選擇派系的時候 你可以看他的獎勵有什麼 解完之後 你會獲得這個派系的獎勵 還有這個派系的親和度 波拉切爾戰績他的另外一個賣點之一 他有個完整的支援模式 我現在今天假設我關台了 我不玩了遊戲關掉 他就自己就幫我簽到支援模式 就是我不用手動設計他 他會完全全自動幫我去 cover這個我的人不在的情況下 然後他可以疊 我跟你說我可以一個月讓他自動跑 旅團就是這個遊戲的核心 這個遊戲他很特別是他可以連結LINE跟DC 我可以跟其他旅團進行交涉 可能跟他聯盟或者是宣戰 然後再來還有圖騰獸 開啟他之後你才具有宣戰的能力 等於說你的守護塔 靈魂人物 旅團的活動有模擬據點戰 跟首領討伐戰 模擬據點戰 他是假的 等於是一個團練室 那你們去練習如何推進那個領地 我要插黑劍了 我插 嗯 污染 好啦黑劍降臨 你看這區域會被汙染 你看到沒有 他這邊有一個汙染值 然後黑劍會隨著他的等級不同 有不同的獎勵物資 然後難度也會提升 像我現在是差一級黑劍嘛 所以怪物很弱 我們都可以打 你看距離帳目擊殺1分鐘11秒 就是如果你在這1分倒數內結束 沒有把他幹死的話 這個區域就會變成汙染區 其實他這個遊戲說 黑劍可以去害別人的據點 但是你黑劍如果被別人及早發現的話 立刻清除的話其實你是不會汙染到他的 死捏 死 黑劍射陣獎勵 我們直接使用他 獲得一個 喔綠色 這是預約登錄網站 羽龍共舞的造型 甲城龍凱的格魯特 做起打入你的手機 然後預約登錄就可以了 完成預約 上面有一個預先創腳 點他 5月16號禮拜四下午3點到6月6號禮拜四的中午12點 可以預先創腳 那我們這邊可以點預先創腳 然後登入你要報名的帳號 就可以預先創腳 我到時候去的伺服器會在卡德納伊之二 如果你們想要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來到卡德納伊之二 如果你還有任何遊戲上的心得或疑問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或加入我的波拉西亞戰技資訊交流群 一起討論喔